卷宇是我的女儿 那我们全家都是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去年121819的我们全家再次站上凯道 参加反财税黑手的运动 那当天的诉求就是反财税黑手 拒绝违法课税 超征还民 那两天持续的低温 事实上不减我们大家捍卫正义的一个决心 希望政府能听到人民的声音 落实法税征改革 我的女儿正在念小学 通常这个年纪的孩子 应该是无忧无虑的玩乐 但是她每次一听到志工要去揭宣 要去发传单的时候 她就说我要跟 我要去 有一次我们在信义华纳威秀影城的前面 那女儿胸前就挂着我要未来 的一个牌子 她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税制不公 政府她居然把超征当成是绩效 就像温水在煮青蛙一样 投资环境不断的恶化 近七年外资净流出已经高达十兆台币 企业出走 外资不来 平均薪资倒退十七年 政府应该落实法税改革 年轻人才会真的有未来 小英总统上任时曾经说过 年轻人可以大声地说出她的意见 甚至可以拍桌子 但拍桌子有用吗 大家说有用吗 有 最近我在YouTube上面 我还看到一个立委 他在3月21号的时候 咨询财政部长许玉泽 跟国税署署长阮清华 发现财政部居然有秘密金库 你们有听说过吗 他居然不用编列预算 用秘件逃避国会的监督 一纸公文就可以动用1000亿到2000亿 那么多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完全真的是藐视立法院预算的审查的一个机制 难怪那位立委他会比喻说 抢银行有两种 一种是用抢抢 一种是用印章抢 而财政部根本是公然用印章 在抢我们人民的血汗钱嘛 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可恶 这一路走来 虽然我曾经罹患颜面神经麻痹 但我还是坚持不放弃揭宣 因为女儿她不为寒流酷暑 在各地揭宣 看她一天一天的懂事 当妈妈身体不舒服 她还是会坚持 要陪着我一起出门揭宣 她不再是黏在妈妈屁股后面的根屁虫 而是一位知道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小勇士 我爱我的孩子 希望她有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 我更爱我们的国家 希望台湾 仍是个充满公平正义的美丽报导 今天是一个温馨感恩的日子 对于身为国家之母的小英总统 我对你怀抱深深的期盼 因为你是一国之母 人民都是你的小孩 希望你能像我爱我的孩子一般 走出总统府 听听孩子们因为税制不公 心中的痛苦 让台湾能真正落实 罚税征改革 良心救台湾 谢谢大家